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時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車 同類車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輪增壓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難怪它在全球60多個國家都是增長最快的品牌 在本國同受歡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級車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駕駛 Cruze 卡片運用手機已被迫入警告 已經已生自發 警方在7天嚴打行動中開出大量的報告 最新調查顯示 近5分之1的加拿大人 每星期上班最少遲到一次 新西蘭最後救援工作全面展開 懷疑有中國留學生被埋在庫墟之下 利比亚领导人加萨菲 已经失去对该国东部地区的控制权 欢迎收看2月23号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佳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白色沙加市今早上映了一场警匪大追捕 但是由于当时是上班的繁忙时段 警方为了公众安全 最终放弃追捷行动 行动当中有两名警员受轻伤 有目击者说曾经听到枪声 皮尔区警方今早7点左右接到报告 只在May 1st Road 驾入Ellington Avenue一带 发现一架可疑的车辆 警员抵达现象之后 发现一架之前已经布室的Buitt本车 正当警员上前准备拘捕偷车男子时 各名男子驾车加速逃离 警方随即展开追捷行动 而反车驶上403高速公路之后 车速一度高达每小时150公里 由于当时正值是上班的繁忙时间 考虑到公众安全 警方最终决定放弃追捷行动 警方其后在附近的住宅区内 发现一架Buitt房车 而偷车拆汽车之后 就偷取另一架绿色的Dodge Caravan逃离现场 在追捷行动里面 有两名警员受了轻伤 另外有目击是听到枪声 但是警方对此并没有予以证实 警方表示 被到的汽车车牌号码是SASN04 呼吁市民提供相关线索却助破案 多士警方在刚过去的7天里面 针对驾驶时违规使用手机的 炎打行动当中 一共发出了2500多张告票 数字比去年同类型的炎打行动 大幅增加 由此可见 虽然这项驾驶时 禁止使用手机的突发例 已经立法了一年多 但是仍然有很多司机移身事发 警方在2月14日到21日的 7天炎打行动里面 一共发出了超过2500张告票 其中102张告票 是指控维利司机在驾驶时 使用手提娱乐器材 114张是指控司机在驾驶时 看电视、DVD或电脑的显示屏幕 有122张是不小心驾驶 2226张告票 是针对驾驶时使用手提通讯器材 这些告票的数量 比去年同类型炎打行动中 所发出的告票数量大幅增加 安省自2009年10月开始 受落法禁止驾驶时使用手提通讯器材 自该法例生效以来 安省已经发出了4万6千张相关的为例告票 为了促进安省旅游业发展 以及推广本地的节日活动 安省政府今天提出 放宽酒类管制法的部分限制条例 因此它可以令省民在节日活动里面玩得更加尽兴 安省司法厅长Chris Bansley今天宣布 修改省内的酒类管制条例 等参加特别宴会或节日活动的人士 可以拿着酒杯自由走动 而慈善活动和分宴的卖酒时间 亦将由凌晨1点钟 一后至2点钟 Bansley指出 这次修改法案目的是令省内家庭 不用再被一些不合时宜的条例监管 等省内举办的节日活动 例如多伦多加勒比捷 以及特许经营酒类的商店等等 有更大的自主权 从而改善旅游业和振兴安省经济 安省旅游文化厅长陈国志亦表示 修改条例可以帮助节日活动的主办单位 和酒吧业主等 吸引更多顾客和商机 最新一项调查显示 2010年全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 每星期最少上班迟到一次 这个数字和2009年相比有所增加 而在我们南边的邻居 美国人的时间观念 相反就越来越强 上班迟到的人数增逐渐减少 由careabuilder.ca网站 进行一项调查显示 在2010年约有一成九的加拿大人 每星期最少有一次上班迟到 数字比一年前高出两个百分点 同时有一成一的本国民众 每星期最少要迟到两次或者是更多 在这些迟到的人当中 有四分一的人解释 迟到是因为缺乏睡眠 同样有四分之一的人 以交通状况欠佳为食口 还有一成五的人抱怨迟到是因为天气不好 与此同时在美国去年只有一成五的人 平均每星期迟到一次 数字比2009年的一成六 和2008年的一两成有所减少 研究人员表示 无论是出于经济的原因 还是态度的改变 近年来美国工人的时间观念 逐渐加强 比以往更加准时上班 另外 这项调查中发现 在本国和美国 有三分之一的雇主 曾经因为迟到问题而辞退员工 获得方面 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基督城 昨天遭遇6.3级大地震 由于震源距离地面只有5公里 所以导致损失惨重 地震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 另有300人失踪 当地官员说 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 基督城最少有35万名居民 受到灾情影响 地震灾区的电力 饮用水供应还未完全恢复 由于受灾情况严重 很多大厦和房屋 面临倒塌的危险 今天 基督城市中心部分街区 由下午6点半开始实施宵禁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今天宣布 新西兰处于全国紧急状态 实施紧急状态之后 政府可以调集全国的资源 展开最后救援工作 目前 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已经没有位 部分严重伤者需要转送到其他城市接受治疗 基督城还在中心花园 设立了急救中心 政府在学校也设立了临时安置站 另外 基督城的机场人满围望 很多游客临时更改机票准备撤离 在这次地震里面有几座建筑物严重受损 肯特白雷电视大楼则是其中一座 当地警方表示 已经确定在雅力中没有生命迹象 而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导 估计有十名中国留学生 目前依然被埋在大厦的雅力中 生还机会渺茫 新西兰警方今天表示 已经可以百分百肯定 肯特白雷电视大楼雅力里面的人 都已经遇难 所以决定将救援工作重点 转移至其他建筑 在这座大楼里面 大部分都会在语言学校内 学习的亚洲留学生 目前还未确定具体的遇难人数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还未接到确认留学生死亡的正式通知 另外 被埋在雅力里面的 可能还有十名 来自日本的留学生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有目的记者表示 很多街道今天都冷清清 当地的居民都不敢离开自己家 而与此同时 包括利比亚第二大城市 班加西在内的东部地区 已经逐渐被抗议人士占领 有目的记者说 孝松卡扎斯的人 和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在首都游荡 威胁罪集成群的民众 还不时开枪 上星期 利比亚爆发反对卡扎斯统治的示威活动之后 卡扎斯在他发表的第一次电视广话中誓言 他会继续执政 并号召支持者 向被他称为黑社会和恐怖分子的反对派抗议者 予以还击 但是 有分析人士指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卡扎斯已经失去对利比亚东部的控制权 这个地区 已经被受到反政府军事单位支持的抗议者占领 班格西和托布鲁克等东部城市的目击者说 很多民众在昨天就已经占领街道 并庆祝他们打败卡扎斯统的军队 福特汽车公司今天宣布 将会在北美回收接近15万架F150型号的Pickup Truck 不因为这款汽车的安全气袋 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无故弹出 这次回收涉及到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的 05年至06年款的F150 Pickup Truck 不过福特汽车这次回收的规模 远远比政府的要求小 在上个月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要求福特汽车回收130万架04年至06年款的F150 Pickup Truck 因为安全气袋问题 已经导致几十宗伤害事故 F150 Pickup Truck 是福特汽车畅销的F系列Pickup Truck里面的主要车型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稍后中港台新闻将会报道 港府公布新一轮的财政预算案 预计会动用306亿书困 包括资助长者 教育经费和稳定流财 很由美丽 稍后 关注